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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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或你 都从未去过SickKids病童医院 但是144年以来 他们好像父母一样 爱惜每一个病童 甚至为他们不眠不休 付出一生的努力 他们好像每个家庭背后的 一座靠山 你又怎会忽视他呢 我长得很短 所以我长得很短 我长得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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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3岁的Cassandra 身高教童龄人矮小 四肢瘦削 她的听力严重受损 需要在右耳 借入人工耳窝 以及左耳配戴助听器 才可以听到声音 与人交流 因为Cassandra 在大约一岁半的时候 被确诊患有身上鲜皮疾癌 疾病与化疗过程 影响发育健康和听力 以至留下这些后遗症 Yvonne和Alpha都很心疼女儿 小小年纪 就要接受手术治疗 以及长达八个月的化疗 同时有患病与医院 一群专业医疗团队 对Cassandra的识心治疗 亦在治疗中 给予她们家庭的支持 当时皮鱼斌命照顾Cassandra 她说棉肝碎湿 父母仍记得很清楚 那段新奴的日子 是如何走过去 她吃得更多 她有大肌肉 一部分的肌肉 其实是均匀 所以不似乎平常 像17岁的孩子 她泡沫了很多 她展示了一些症状 在17岁的症状 甚至有些脸色的症状 甚至有些脸色的症状 所以当我们看到 保护医院 他看了这些症状 因此他邀请我们 去做这些试试 与病毒的症状 腎上腺皮质癌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 内分泌恶性肿瘤 病毒的症状 与医院资料显示 他们每年 只有一至两名儿童 被确诊患上 腎上腺皮质癌 2010年10月 当时只有17个月大的Cassandra 接受一次过 超过八个小时的 腎上腺切除肿瘤手术 但未能完全切除肿瘤 后来切片检查中发现 肿瘤已经恶化成癌症 Cassandra 需要接受为期 八个月的化疗保命 并不得不承受 化疗所带来的副作用 这是我的生命最悲惨 因为当他们说 他们在做抗医院 他们展示我一个照片 的指示 什么要继续 什么要求 她可能失去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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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 我们跟脂肪的组织 她说脂肪是可行的适合 因为她脂肪 脂肪 脂肪 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当你做脂肪 基本上 你会停止肺肿 所以她会停止 八个月 除了出入SickKiss病 和医院接受化疗之外 Yvonne和Alpha 亦需要在家中 为Cassandra喂药 其中一种药物 叫Mitotain 一种肾上腺细胞毒性剂 在帮助治疗肾上腺肺 皮质癌的同时 亦会损坏肾上腺功能 但为了配合疗情 Yvonne和Alpha 就算心情有多矛盾和复杂 都唯有根据医生吩咐 每天喂食这种毒性剂 给Cassandra吃 因为她当时的健康 当然很辛苦 她哭得我在房间 我想是疯了 我印象很深 姑娘就进来跟我说 她说不如你休息一下 我帮你带个小孩 离开你一会儿等你休息一下 于是她就把Cassandra 放在嬰儿车上 然后推到医生医院 结果终于可以睡觉 整个过程中很痛苦 但也认识孩子的姑娘很友善 如果我们不在加拿大 或者不在Toronto 没有悉孩子 我不知道我们会如何 我想象不到 花疗祖在2011年5月份 即Cassandra两岁的时候结束 病情得以控制 但Cassandra的腎上腺功能 却永久失去作用 Cassandra每天需要服用 四次补充荷尔蒙的药物 代替腎上腺功能 并且每六个月回去 SickKids病同医院 做身体检查 谢谢大家 SickKids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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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感谢病过程的苦楚 Yvonne和Ava更想做多一步 積極参与 SickKids病同医院的研究項目 帮助研发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最后一个研究就是关于他的疾病 接着另一个研究就是关于抗瘤 现在新进病患者 可能他们会有更多选择 去选择他们的抗瘤 而未必用 那会会破坏他们的疾病 另外一个研究 我知道他有参与 也是关于他的疾病 那个兵士就是试一下 做一边 继续用疾病 另一边做 Cochlear 看看他们如何 这些研究是我们的研究 这会帮助研究 解决性是病毒的因素 至今是推进尖端科技的先缺条件 今天的慷慨解囊 将有机会为日后病童 提供更完善的治疗 每年估计全球有40万名 19岁以下的儿童患上癌症 SickKids病同医院 虽然拥有加拿大最大的疾病 大改善治疗的方法 和效果仍然是分秒必争 所以你的捐助极为重要 9月15日星期四 早上7点到6点 请支持Ferchel爱心阳日 SickKids病同医院酬款日 你也可以即时上网到 www.sickkidsferchel.com 捐款和了解更多